大家勾的时候可以多练习一下 那我们继续把这个最后一组勾完 跳过这个第一针 下一针里勾一个短针 最后一针取下交扣 勾第二个短针 回到第一针的针脚 穿针进去 然后带线出来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长线的入针位置 最后一组的长线呢 我们就不用看这个斜线 你就看你正在勾制的这一圈 第一组 看一下一二三 三针为一组 底下对应的这条长线 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一圈的花形 你看是在这一层的 然后这个长线呢 往这边移 看一下 就是在这条斜线 这个尖尖的位置 这个孔眼地方 刚好是拍着这个长线的 好 找到这个位置之后 在这里穿针 勾线过来 好 包身以上进行编织的时候呢 每一圈编织方法都是一样的 结束的方法也是这样的 好 上线搞过这三个线圈 这一圈花形勾好 在最后一层上挂上记号扣 和地针连接起来 那这样花形的第四圈呢 我们就勾好了 勾完之后呢 还是把这个包形呢 给它这样稍微的整理一下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勾织的时候呢 我们手机呢 松紧给它控制的均一点 这样你看 勾织出来的这个包身的一个形状呢 它也会整齐好看一些 从上面看 大家看一下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样边上呢 我还没有整理 看一下 从这一面看 包的底面你看一下 它这个包身呢 是继续像这样往上进行编织的 如果说你在勾织的时候呢 这个包的形状 是像这样 往外这样撇开 像一个盘子一样的 这个时候 你在勾织的时候 我们要检查这个帧数 有没有出错 还有这个每一圈的组数 这个花形 那如果说帧数 组数都没有出错的情况下 可能就是你勾的时候呢 有点松了 这样勾织出来的这个包形呢 从底边这里呢 它就像一个盘子一样 然后像这样往外撇 再继续往上编织的时候呢 这个包身以上的形状 会比较肥大 比例呢 是不协调的 勾织的时候呢 我们仔细的看一下 这个包身的形状 去观察一下 如果说效果不太好的话 可以拆回来 重新再勾这几圈 就是你可以看 看一下哪一圈的效果不太好 然后给它调整一下 避免说我整个包 全部都勾完了之后 再去看这个包形 哪里不好呢 你再调整的话 只能说全部的 给它拆回来了 好 大家勾的时候呢 多观察一下就可以 那接下来 包身以上的圈数呢 编织方法都是一样的 就是和我们第三圈的 勾织方法一模一样 那你看一下 这里我已经勾了 一二三四这几圈了 那像第五圈的话 我们每一圈的开始 包身以上编织 每一圈的开始 都要先勾一个辫子 为短针起立针 然后勾织的时候呢 我们每一圈都要跳过 就是勾织的时候 每一组都要跳过 这个第一针 第一针不勾 直接在下一针里 勾一个短针 这就是这一圈的第一针了 视频中讲解的 需要挂交过的地方呢 我们跟着讲解 标记好 下一针第二针 回到第一针的底边 勾线出来 然后这个长线呢 就看一下 从这往上 上面一二第二个斜线 肩脚的位置传承过去 勾线出来 这就是第一组了 好 后面呢 就是重复这样的方法 进行编织 一圈勾到结尾呢 结尾的部分方法一样 就看你这一圈的 第一组划行这个长线 这样在这个位置 往后移 那就是这里了 按照这个方法 去进行编织 那么包身以上部分呢 这个圈数 大家就自行完成吧 和这个第三圈方法 一模一样 前面呢 都给大家演示讲解过 大家可以多看一下 前面的视频讲解 把这个圈数呢 对应的勾好 那勾到这里呢 我再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接线的方法 我们勾织的时候 一团线用完 那接下一团 需要用到这个接线的方法 或者是你在勾织的过程中 遇到线 有这个接头 接头呢 也就是说这个线呢 是扣在一起 打一个结的情况下 那我们可以将这个接头的位置呢 给它剪掉 然后再接后面的线 再去进行编织 接线呢 在编织中也是经常会使用到的 那这里呢 我们就用到这个 如果你是一团线用完 那这个线是到这里就没有了 对吧 或者是你这个地方 线有一个接头 打一个结的情况下 就直接将接头位置给它剪掉 这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 接头的地方 你就给它剪掉就可以了 然后再用 这个我们这个线呢 给它进行编织 我们看一下这个接线的方法 这边留的这个线呢 要给我们手指挂线的 如果说有点短的话 你可以把线拆回来 然后再套到这个线圈里 进行编织就可以了 那我们学习一下 这个短针接线的方法 跳过一针 下一针里穿伸进去 勾线出来 勾针上两个线圈 中指按住前面的这个线圈 将这个线放到一边 拿出后面的线 给它接过来 继续编织 这样右手线拿好 左手挂线 那么着中指 捏着这根线 将线呢 递到这个线的后面 贴近勾针位置 这样拿好 然后勾针绕线 从这两个线圈里 把线勾过来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接线了 把后面的线接过来 继续编织 如果说你勾完之后 这个针型会有点松滑 可以把最开始 放下这个线呢 稍微的拉一下 这样可以调整 这个针目的高度 然后这个时候呢 后面的这两个线头 像这样给它拿着 顺着这个边上的方向呢 这样捏着拿好 勾的时候给它边勾边藏线 就可以了 然后记着下一针 穿伸进去绕线勾出 大家看一下这个线头啊 是放在勾针的上面的 这样你在绕线勾出来的时候 它就被藏在这个纹路的里面了 就完成了藏线 好 第二个短针 回到第一个短针 底部针脚勾线出来 然后看一下 一 二 第二条斜线的 这个孔的位置 带线出来 绕线直接勾过三个线圈 好 接下来勾下一组 跳一针 下一针里勾短针 线头一直放在勾针上 给它藏在这段距离 就可以剪掉了 一 下一针 穿过去 第二针 回到第一针针脚 勾线出来 那这个线扭过来 我们要给它理一下 然后看这个斜线 一 二 这个孔的位置 好 到了最后一组了 跳一针 下一针 勾一个短针 最后一针取下继绕扣 勾第二个短针 然后回到第一针 底部针脚勾线出来 然后这个时候 最后结束的时候 都是这样的方法 看你第一组画形 一 二 三 这个长线 在这一层往后移 那就是这个斜线的这个孔的地方 穿到这里 然后把线送到勾针头底下 勾出来 绕线勾过这三个线圈 好 看一下这都是 长线的都是在一层 这样这一圈就完成了 然后在最后一针上 换上记号扣 这个线头就不用管它了 然后和地针连接 穿到地针里 绕线勾出 勾引把针连接 然后拉紧 这样你看一下 我们这个线头呢 就给它接上来了 藏线已经完成了 藏线的距离呢 就大概像这样差不多就可以了 或者你可以继续的多藏一点 如果说你勾的时候 在一圈的别的位置 然后剩的这个线头看一下 就可以把线头给它剪掉了 已经在纹路里面了 好 剪掉就可以 那这个花形的这个圈数 高度呢 我们勾好之后 接着我们再勾最后一圈 最后一圈要勾短针 再加提手 一圈完成之后 大家可以核对一下这个帧数 还有花形 好 看一下这个水桶包呢 它是像这样一个圆形 那你加上提手 它就是到对面了 这样提着的 这样一个效果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结束之后呢 这个帧数 一圈的这个帧数 就是从记号扣数这个帧数 一共是63帧 63帧 然后花形的这个组数呢 是21组 21组哈 所以一组是3帧嘛 乘以3 一共是63帧的 那我们在加提手的时候呢 要给它这个帧数分配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提手部分 帧数的一个分配 现在结束之后呢 一圈一共是63帧 那在勾提手的时候呢 第一帧我们给它跳过不勾 这样帧数呢 就是62帧了 以62帧一圈为例 在加提手的时候 我们可以按照两种方法 去进行编织 只是这个把手里面的 这个帧数分配而已 那看一下 你可以在把手里面呢 我们这样勾13帧 那对面的把手 一样的也是13帧 62减去26 两边的帧数呢 再给它分配一下 那这边就是18 对面呢也是18 这是包的这个两侧的位置 然后13帧是提手的这个地方 或者呢 你可以在提手位置勾12帧 那对面也是12帧 两边的帧数呢 分配一下就是19帧 按照这样的 这个两种方法去进 勾这就可以了 勾这个提手里面的这个帧数 12帧的话它是 也是刚好可以勾的 13帧呢 就是勾的稍微满一点 所以看你自己的喜欢 去进行编织就可以了 那这个帧数就给大家推荐一下 好 这里呢 我就以这个提手部分 里面呢是勾13帧为例 给大家演示 所以我就是按照这个方法 两侧它就是18帧了 好 那现在我们把勾钻穿到线圈里 现在拖回来 现在看一下最后一圈 短帧的这个勾法 首先呢勾一个辫子 作为短帧几个帧 第一帧跳过不勾 好 这个接二扣低帧就不用勾了 勾一个短帧 好 这是第一帧 表现一下 下一帧第二个短帧 下一帧第三帧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这里开始呢 我们这样勾九个短帧就可以了 好 这样你再加提手 然后这边是18帧 对面加提手 结尾这里呢 上的九帧和它是加在一起的 引拔连接的位置呢 我们给它留在侧边就可以 像这样开始勾了九个短帧之后 然后我们把勾针上的这个线圈 稍微这样带大一点就可以 然后勾针穿到下一针 接着绕线 你可以把线送到勾针头底下 然后给它这样勾线出来 勾线出来之后 这个线圈慢慢的这样给它带过来 你看一下 这里是一个小线圈 这是稍微偏大一点的 然后把这个木柄的把手呢 放在这个中间 像这样拿过来 大家跟着讲解的步骤一样 进行编织好 放在这个中间 这里勾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勾针 给它套到对面 这个小的线圈上 拿过来 套上去 套上去之后 你看一下这个线圈的大小 这个松紧是否合适 如果说有一点松的话 像这样稍微有点松呢 那你就拿这个勾针头 然后把这个大的线圈呢 一直这个右侧 这个线给它提一下 这边你大的线圈提大之后 再把对面的线这样拉一下 这样你看两个线圈同时 这样给它